本短片为观影后的钟雷心得 可能有很多剧脱的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看我的其他预告分析说明 也可以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 一级玩家 不知道大家去看过了没 关于这部电影 剧情的部分前面已经有一份钟雷心得 有兴趣的人可以连过去看看 而这份心得则是电影彩蛋的心得 要来跟大家分析介绍 里面各式各样的彩蛋 开始介绍主题之前 这里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几个话题 首先在介绍这部电影时 常常会有朋友留言 是把这部电影拿来比较了其他著名VR虚拟实际的作品 像是刀剑神韵或是加速世界之类的 当然了 其他作品也都是很棒的 不过除了是VR的背景之外 一级玩家重点其实还在于多样次文化的内容 而且里面故事也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如果有看过一级玩家电影或是小说的朋友 应该就会知道这些作品之间的差异啦 另外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到底推不推荐看一集玩家的小说呢 其实如果是问我的话 虽然小说内容比较没有那么紧张时机 但个人认为如果你喜欢电影里提到的小细节 想知道更多这些次文化宅知识的话 那这里真的是诚心推荐 大家可以顺便把小说也看一看啰 这部电影的故事是以哥伦布斯未来世界为背景 以大家在现实与虚拟世界 绿洲之间通过寻找钥匙彩蛋 各种游戏竞赛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交叉而成的冒险故事 然而除了故事剧情之外最引人入胜的 不管是在电影或是小说里 焦点都是在于这个绿洲的虚幻世界之中 大家可以编织创造自己无限的天地 所以在电影里面是利用了各式各样 相当受到普罗大众各个世代 不同年龄成朋友喜爱的次文化 来对叠填充起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 而内容更是含瓜了科幻 魔法 青春校园 动作射击 赛车技术 超级英雄等等题材 甚至还包括了恐怖惊悚 故事中利用了奖金 绿洲的控制权为诱因 开始了一场寻找彩蛋的竞赛 事实上这场竞赛是以哈勒戴生长的背景 以各种八年代的宅文化为题来考验大家 前面的重力心得已经有提过 电影的关卡是与小说大不相同 而由于小说的关卡其实也蛮有趣的 所以这里要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小说的关卡 在小说里面 第一关童药石是在龙与地下城的场景 恐惧之木 要与阿瑟瑞拉克对打鸟骑士的游戏 然后再得到童药石之后 则是要再通过背诵战争游戏台词的考验 第二关 御药石在魔忍的场景 要去赢得游戏中所有的宝藏 然后再得到御药石之后 还要再通过打赢黑虎游戏阶机的考验 第三关 水晶药石是要比赢了Rush团发行的2112专辑 要在西际圣殿里面弹奏专辑中的歌曲 然后再得到水晶药石之后 则还要再通过打赢暴风射击游戏阶机的考验 嗯 所以呢 小说里面考验 看起来完全就是另一套不同的宅知识 虽然电影与小说在细节上有相当多的不同 不过说实在的电影是利用了影音效果的强项 所以在绿洲里面各种场景是填充了相当大量 让大家看了既开心又惊喜的影音小彩蛋 具体来说第一关赛车场景里面 不管是在出发前的预备区或是金钱刺激的赛车过程 都是放了满满大家熟悉的道具或是人物角色 而最后面阿娜瑞克城堡的大混战更是壮观 为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产烈工程战 这张大量的动漫电玩影音作品的角色和具具 也都是通通搬上了大一幕 不过由于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厨房不及被宅 这里大概就只列了一些来作为代表而已 除了一些大场面的镜头之外 电影里面其实也利用了各式各样的场景 来安插各种玩家角色的造型 像这场韦德与亚定米斯约会间调查线索的舞厅 不管是看到亚定米斯在挑逗韦德之外 其中也是塞了很多角色造型的彩蛋 而另外呢 主角在里面多边的造型与动作 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彩蛋 像是韦德戴上眼镜的点子 是来自于戴上眼镜后的克拉克 大家都认不出来他是超人的那种概念 亚定米斯对韦德的二作剧 是来自于疫情电影 疫情又从破凶而出的经典画面 另外韦德串区三家五回的造型 则是来自于电影反暴战事盟主角的造型 而反暴战事盟 其实是一部既无理头又爆笑的科幻喜剧电影 韦德也许就是认为 里面主角其和各种身份 那种反英雄的英雄角色 恰恰好代表他的想法吧 音乐是这部电影 另一种有趣的彩蛋 像电影一开头的音乐 就是来自于Van Halen的Jump 是一首轻快又感觉相当劣滞的歌曲 而像这里预购中使用的是来自于 挪威AHA在1984年所推出的Tegami 不过一样这个场景 电影里面维德与亚迪米斯跳舞时 其实所播放的音乐是BGS的Stating Alive 在电影里面 维德与亚迪米斯跳舞的场景是来自于约翰曲护塔主演 会集多首BGSDISCO名曲的电影 周末夜狂热 而不只是Stating Alive 还有另一首BGS名曲 You should be dancing 甚至还有更多DISCO曲风的音乐 像是用了New Order的Blue Monday等歌曲 这部片带来了浓浓八年代DISCO风潮 另一首预告歌曲 《Puner Imagination》则是翻唱来自于1971年的电影 《欢乐糖果屋》 这部老电影也就是后来蒂姆·莫顿翻拍 强力代谱主演的《巧克力冒险工厂》的旧版 歌曲一样是有超越想象的一檀 但这里的翻唱却是变得更有科幻空灵的味道 而电影结束时 Dale Ho and Jonathan's You Make My Dreams 则是小说作者恩斯特·克拉恩 他在结婚时所选用的半月 《乐风》是华丽摇滚新浪漫族裔的花美男乐团 Deren Deren 在电影里面多次被提及 一次是在韦德参加舞会前的变装 另一次则是索仑托与韦德之间的一场对话 是从八年代到现在历久不衰的乐团之一 而同样也是在索仑托与韦德的对话之中 两个是提到了一系列约翰修斯的电影 像是由1980年的早餐俱乐部 1986年的《敲克天才》等等 经典青春校园的YA片 也许《黄人圈》这篇比较没有感觉 但YA片在美国可说是一种 相当热门的电影类型 像《敲克天才》近来更是多次被其他电影给引用 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另外里面提到的学校是《Sharmon High School》 是约翰修斯电影中常出现的一所学校 所以已经是变成影迷们向往的一个校园典型 而电影中利用各种小惊喜所堆叠起来的背景 不管是在道具卖场里 回忆资料馆中 馆长交出来的电影资料库 或是随便的对话里面 甚至是爱区的维修厂里面 不只是铁巨人也是堆了好多有背景又相当有趣的道具 这可说是到处都有众多数也数不清的小彩蛋 除了萌萌影像、音乐、剧情场景等等的彩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电影的logo也是设计成一个迷宫寻找彩蛋的形式 不过其实说实在的 没有任何一颗要比电影鬼店还要更大颗的彩蛋呢 鬼店是第二关的重要桥段 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而且引用到鬼店里面的梗其实还超乎想象的多 像是鬼店一系列组旋律音乐 各种场景像是大厅二三七号房 庭院里的迷宫、走廊、打车机语文稿 还有包括各种知名的灵异现象 像是电梯涌出血水、双胞胎、泡澡拉婆 甚至是斧头追杀、三轮车等镜头 就连鬼店最后的武汇照片也变成哈拉代版本 而鬼店里面被预为逃不出饭店舒服的杰克 在这里也被引申为要勇敢跳跃、采取行动 另外鬼店目前已经是相当经典有名 哈哈 不过里面也提到了 原作作者斯蒂芬金其实不喜欢 史丹利·库伯利克这个电影版本啊 总而言之呢 还是一句话 里面真的是彩蛋多绕鼠不完 每个小细节都可以找到不少的背景与典故 相信每个人看完之后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哦 另外在你最后的预告片段 雅丽米是叫维德为麦弗莱 典故则是来自于电影《回到未来》系列 里面的男主角就叫做马蒂麦弗莱 而其中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出事碰面时 维德就是开着回到未来里面 迪罗伦时光车咯 以上就是我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